有一天我在逛直播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用户 这不是我女朋友吗 怎么在播英雄联盟了 抱着学习的态度 我看了一会儿 不对 出大问题 他直播落入的帧数 怎么只有40帧 虽然说他现在在家里用的是 4年前的i7加960M 但是不至于 40帧这么拉胯吧 先打个抠抠电话过去问问情况 喂 喂 喂 你怎么想要直播了 因为我太无聊了 还不开学 这样 那我看你这个帧数只有40帧 不卡的吗 你傻 40帧能不卡吗 快点还是装电脑的 哦那这样 那没事的没事的 我挂了 好 挂完电话 我陷入了沉思 讲道理这个笔记本 不应该只有40帧 优化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事情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分析一波 他寝室里有个锐龙1600的台式 放在那边 打游戏肯定够用 现在特殊时期嘛 又没办法开学 只能拿着笔记本玩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笔记本等于便携 台式等于性能 他在暗示 这波 这波是ITX组织 正好手头上 还有点配件 就加钱给他整一个吧 我平时ITX装的比较少 还记得上一次正儿八经 装ITX是在 去年的时候 我装了一台K49 期间有帮粉丝装过几台QBX 不过 讲道理来说 QBX顶多算是一个打了引号的ITX 一般来说 我们装这种ITX主机的思路 就是说先确定机箱 再去确定里面的硬件 这一次装机用到的机箱是来自于维京制造的MES 比较有意思的是 随机箱附赠了一个手提的小箱子 这个箱子的材质 类似于之前装无人机 硅壳包里面的内衬 应该是一种什么泡沫吧 外观方面 这个机箱第一眼印象 就是整体性很高 旋律的外壳加上灰色的氧化处理 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beautiful 那没有螺丝 这个机箱要怎么拆呢 其实把机箱倒过来就可以发现 答案在支撑柱里面 用送的扳手取下四根长螺丝 再把两侧侧板抽出 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主板是技嘉的B450i AURUS PRO WIFI 简称小雕主板 那么为了搭配这一块主板 我搞来了一颗号称是小雕的 3500X 据说是可以上到4.5GHz 等会我们装完机之后 看能不能抄上去 内存是从我电脑上拆下了两根幻光纸 因为女朋友自己电脑上原来有两根内存 所以就不给他重新买了 先拿我这边两根内存条过来亮个机 两根幻光纸 然后导光条也被我改掉了 改成了皇家纸的导光条 只不过在我机箱里放的时间有些长 可以看到原先的透明塑料变得有些泛黄 不过问题不到 这块SN750固态在我这边放了蛮久的 本来是打算说自用 但是我主板上两根固态已经插满了 而且我嫌系统转移太麻烦 就一直放在这边没用 那么正好这次来开个箱 SN750大家肯定很熟悉 俗称为黑盘 官方标称 读取最高可以达到3470Mbps 写入3000Mbps 我手里的这块是定制版 也就是自带了一个EKWB的散热片 那EKWB是什么 玩水冷的朋友肯定不陌生 这是一家英国的老牌水冷厂商 定位的话就相当于是在分体水冷里的ROG 像EK的分体水冷我是玩不起 但是和西数联名的固态还是可以用用的 这个定制的散热片 你光看视频不一定能看出啥 但是实际拿在手上的感觉还是很精致的 和免费的散热片放在一起 高下立派 原来这就是克金的威力吗 为了节省成本 电源用了一个全焊450W 铜牌全模组的电源 这个电源的话 相对来说是 SFX电源里面比较便宜的 不过这次装机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电源我买了两个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电源在机箱外 点亮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然后装进去之后就点不亮了 我就把这个电源送到售后去了 之后又在京东上重新买了一个 因为这个电源到时候放着 对我来说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还不如就给大家福利出去 这个机箱它是支持240水冷的 然后散热器限高也有限制 那么想了想还是去搞了个ID cooling的240水冷 普普通通只有冷头有白色的光效 其他也并没有什么RGB这种东西 散热效果其实还可以 显卡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上一期视频里面有出现过 就是在我手里的这张七彩虹的2060Gaming ES 其实就是七彩虹的Ultra 只不过散热器不一样 这台机器我就没怎么做性能测试 但是考虑到可能有观众想了解这套配置的一个性能 还是简单的测了一下 娱乐大师跑分 大家只要看一下CPU和显卡的分数就可以了 因为固态分数太高了 超6万了 那老版本的鲁大师 他超6万就会变成1000分 并不是说这个硬盘真的只有1000分 而这单前面也说了 考虑到女朋友可能是想去直播英雄联盟这么一个情况 就在这台电脑上测试了一下英雄联盟 还是老的画质嘛 1080P全值高 什么都打开 测了一个人之 我感觉这个人之说说是人之 点进去好像没什么活人的嘛 我怀疑除了我都是电脑 那么总体的一个帧数还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是在200多帧 然后最后打团就最后推到基地那一波 可能会掉下去掉到16070 反正对于这款游戏来说 其实这个帧数真的是蛮够用的 直播的话到时候是让他用显卡去推流嘛 因为显卡推流挺好的 也不会说太吃资源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装机其实还是比较顺利的 除了中间电源出了点小问题 整个机箱颜值还是OK 然后配合这个20点水冷的话 压350X 我超4.5G嘛 当时那个AIDA64的FPU忘记截图了 温度控制大概是在80E2 这样子 我的室温是26度 不过想了想 他们好像还没开学 这台电脑还得在我这边再放一个 没事没事 到时候叫好朋友过来一起玩游戏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会更新装机和硬件的视频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